嗨,大家好,我是科幻名布玛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经典科幻恐怖片《异形》系列的第三部 电影的剧情依然承接上一部 雷普利一行人的飞船莫名起火发生了意外 坠落在复仇女神161星球上 除了雷普利,其他人都死了 这个贫瘠的星球是属于维兰德公司的星际监狱 一群死刑犯居住在这里从事恋谦 这些人共同信奉着宗教来自我救赎 雷普利醒来 得知同伴死去的消息十分悲痛 在检查逃生舱时发现了异形腐蚀的痕迹 为了确保安全 雷普利让医生克里斯曼解剖尸体 打开胸腔后却没有发现异形的踪迹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雷普利让大家把尸体投进了熔炉中进行销毁 与此同时 一只小异形在一头牛的尸体中孵化出来逃走了 雷普利为了不让囚犯们感到不适 捡了光头 避免激起他们原始的欲望 一名囚犯在通风管道工作时 被异形杀害 他的尸体被异形扔进了风扇里绞成碎块 众人赶到后都以为这是一场意外 但克里斯曼却在地上发现了 与雷普利他们的逃生舱上相同的浮世痕迹起了疑心 他追问雷普利这到底是什么 对方告诉他要找到主教做最后的确认 雷普利拿到了生化人主教的残骸 并接通电路让他苏醒过来 确认了异形在他们飞船出现的事实 三名囚犯在通风管道工作时又遭遇了异形 只有一个精神不好的疯子逃了出来 另外两个人惨遭杀害 然而监狱长却并不相信疯子的说法 知道真相的雷普利把异形的事情告诉了监狱长 想要拿到武器杀死异形 监狱长却告诉他这里没有任何高科技武器 只能等待救援队的到来 雷普利被送回医疗室和克里斯曼待在一起 这时异形突然出现了杀死了克里斯曼 之后闻了闻雷普利却没有杀死他就离开了 惊慌失措的雷普利找到大家告诉他们关于异形袭击的事情 监狱长还是不相信雷普利 这时异形从天而降 杀死了监狱长流下了满地的鲜血 被吓坏的囚犯要求知道真相的雷普利出主意 考虑到这里没有高科技武器 他决定在异形藏身的通风口抓上燃料 点燃通风口 把异形逼到放置核废料的仓库中把它关在那里 大家开始有条不紊的行动起来 正在突然料时异形袭击了一名囚犯 他手中的点燃器掉落在地上 点燃了整个通道 无数人丧生火海 剩下的十几个囚犯更加的绝望 同时雷普利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 在监狱长助手的帮助下 他用冬眠仓检查自己的身体 发现体内竟然孕育着一只异形女皇 雷普利知道公司如果发现自己身体里有异形 不会杀死他 只会留下来做研究引发更大的悲剧 他让监狱长助手撤回求救指令 但他为了活命拒绝了 扫描的资料被自动传送到了公司 公司发出指令 要求隔离雷普利 确保他的安全是第一优先级 感到绝望的雷普利 找到囚犯们的宗教首领迪伦 想让他杀死自己 避免异形出生 可迪伦拒绝了 他要雷普利振作 杀死异形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之后再完成雷普利的要求 囚犯们重新振作 用自己的生命为诱饵 把异形引到了熔炉 狄伦假装要杀死雷普利 保护女皇亲切的异形 开始追逐 这时雷普利放下滚烫的热签 没想到顽强的异形 从铅水中冲了出来 和雷普利展开了追逐 在一名囚犯的提醒下 雷普利打开了冷水开关 异形的身体 因为皱冷皱热的交替而爆开 这时监狱长助手 带着救援队到来了 他们派出和主教长的 一样的博士 来蛊惑雷普利和他们离开 但雷普利为了消灭异形 选择跳进熔炉中和他同归一尽 终于结束了和异形的战争 异形的第三部 是大卫芬奇导演的处女作 也是异形系列争议较大的一部 影片一开场 就把前两部的努力都化为乌有 本片不像第一部的恐怖紧张 也没有第二部宏大的战斗场面 这一部所突出的 却是宗教信仰和人性的回归 虽然电影弱化了异形的恐怖 但内涵却更加引人深思 之前坚强勇猛的女主角变得柔弱 也会有自己的欲望 而星球上的囚犯们 牺牲自己引诱异形 和雷普利跳进熔炉 与异形同归一尽的情节 都带有深深的宗教色彩 就是牺牲自我解救世人 大家对于第三部的褒贬不一 导演戴卫芬奇 甚至发出过不承认自己导演这部作品的言论 但异形系列毋庸置疑 是好莱坞最成功的怪兽电影 对之后怪兽电影的影响仍在持续 好了 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Fans 布玛在这里每天为您提供更多的科幻影视资讯